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你们好 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经是第十周年了 十年来我很感谢各位热心的听众支持这个节目 我决定神秘之夜开始收月费 这个决定主要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收很多月费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的听众 他们获尽免力交月费时 令整个平台交月费的听众数目增加 除此之外 我在此多谢大家 这十年来都给予神秘之夜一个很大的鼓励 以及给予我们很多意见 令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有更多灵感去改善或者提高这个节目的质素 多谢大家 听众声明 感怒感燃 满口胡柴 四眼哥哥 正感满 四眼什么什么什么 好 又要提供时间了 今天就相当之破架 因为有位不应该有出现的人出现了 就是几图 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为什么几图会在这里 大家在后面看到那个十分之有型 这真的叫型 是 就是日本的赤军女头目 这个不是妒忌枪 真的 这枝就是AKM 俄罗斯就是AKM 这枝枪是什么我都要问专家 我立刻就知道是AK 但AK是哪一枝AKM 今天讲这个政治犯呢 政治犯系列就是去到日本了 那个主角就是一位女士 这位女士现在在山的 她有Facebook 如果各位想like她 可以去她的Facebook 但这个是她自己开 还是粉丝 粉丝 可以加粉丝 我就想一想再加不加 因为有点顾忌 一位这么有型握枪的女士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做了体工这么久 我们都只是讲男性 男性的正义犯 所以还没讲过女正义犯 日本也没有讲过 所以今天要讲她也很有理由 首先要解释为什么几图会在这里 几图就有幸地 其实是认识她们圈子个别人士 你这么说 那这个是真实的 那就是两次 是啊 你很难的 我做节目 这些我们讲的国际文明的人物 我们可以真的找到一些 九百八导演的东西 接触到 所以今天她在这里 我要首先解释一下 这个题目的缘起 我们讲了几集的 原因是因为 郑锦门现在是新做育中 我们做体工 原本就要很一本正经地 看一些政治史 时事 去选择 这个重讯防止 这个灵感的来源 并非来自以上的很严肃的资料 反而来自一本 我想到有少少人都觉得很惊奇 这本也很严肃的 日本之成人影画传史 旁边的书籍 后面就是《东京艾万楼》 香港也有公演过的 你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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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不是我自己买的 因为我通常都不会购买 这么精致的图书 里面有很多图文定漏 这本书是很多年前 这位听众送给我的 《重讯防止》这个故事 很奇怪的是 因为我看这本书 看到的 关于《重讯防止》的中文资料 其实很多 《苹果日报》也有人写过 但是 他们漏了一个角度 就是 当年日本赤君的成员 和日本的程式电影之下的关系 至今没有人写过这件事 难写的 因为主要 我们也有很多 都看过的资料 但是香港是 入口困难 近这几年 近这十年左右 《重讯防止》的电影 我们亲眼 在电影院看过 之前是没有看过 之前我们也有看资料 这个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我想很少国家 很少文化 是将政治 特别是极左翼 或者甚至是 最激进派 和电影挂钩 可能法国有 但是 我想应该没有 没有和 情细电影的工作人员 挂钩 没有去到那麽致呢 没有 真的没有 那个关系 甚至是 这是一个集团 是日后 去到七十年代 和这班赤君有关的 日本的程式导演 是将他们的 这个题材 放入程式导演 程式的电影里面 很可惜 最近 在八路部电影中心 每个月都放一部 日本的 入活的AV经典 四十五年代 但是去到 譬如若重孝二 和今晚会重点讲的 他的拍档编剧 《蜡烛正生》 《蜡烛正生》 他们的电影就应该没有 没有 但是电影节放过 是 都不是叫做 跟那个时刻 曾经也放过一次 那时候已经是很经典的了 很完整 但是都是几年前而已 不是很久 他过世之前的五年左右 我们正式看到他的经典作 譬如《长眉的葬礼》 《天使之仿佛》 在《大银幕》的体系 没有什么机会 是啊 《天使之仿佛》 正是刚才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话题有关 这个也是《几图》在这里的原因 整件事呢 我当然要很简单 要复述一次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途中这位女性 今天已经是七十一岁 七十高龄 她还健在正 也很讽刺 譬如刚才我们讲的 跟她有关 要从孝儿导演 她也不是很恐怖分子 不过她死了 而且她死得不明 她也有点恐怖的 死得不明不白 撞车死 如果是阴谋论小说 这班人本身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突出原因 被暗杀 你又不能绝对排除这个可能性 大家也不想去太阴谋论 我认为若从孝儿导演的死 应该是一个意外 但是可以说 我们今天讲三位人物 若从孝儿 立足政生 和主角 重访孝子 重训放子 不是 重训放子 都坐牢 这是很少见的 for whatever reasons 他们都是社会边缘人 这位女士的过程 和我们今天讲政治犯的关系 我很快去描述一下 她其实是一位 都算是著名的人物的女儿 就叫重训没夫 重训没夫 她著名的原因是 她是日本极右翼的血盟团成员之一 不是那些最高层的 应该是一些中低级的会员 但是听说她都参与过 暗杀日本首相犬仰毅的行动 她重新防止她的女儿 她出生于1945年9月28日 她在年轻时 她家境相当困难 家境很穷 她都考到去明治大学 也算是日本的名校 应该是夜校 读得到书 读得到书 但当时她的生活很困苦 困苦她算是有一种很灵类的 找学费的方法 也不是找学费 她当时也有参与过这些恐怖主义 就跳脱衣帽 去银座跳脱衣帽 伸缩 那个跳脱衣帽 不是因为她交学费 因为我记得她解释的 为什么跳脱衣帽 就是为了供养她这些激进的团体的经费来源 我们so far 他这个跳脱衣帽 你没有加点的话 实际上是 因为她本身在日本跳脱衣帽 是一个不是说做做的一个行业 也不是一定被人迫她去做 她因为日本神话都有脱衣帽 她脱衣帽的读法 跟中国的观音都一样 天照大臣那时期 能够令天照大臣 在岩壁里走出来 都是有靠两个脱衣帽的帮助 加上两个历史 令到我们的地球有太阳 这就是日本神话的故事 令到我们有些生命 所以终于武林很重要 我纯粹令我猜测 因为你看重信活夫 即是他爸爸的背景 我想他是很有志于 令到日本人摆脱美国 在战后对日本控制 即是极之反美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对女儿自己 亦都灌输这种意识 然后也许 就是纯粹一个猜测 我想对于重信王子来说 他跳跳衣帽 是最容易把美国大兵的钱 我自己一袋去供养自己的理想 这个我真是纯粹的 不足有 还有一个 因为我当时也做了一些历史 即是在江湖那个时期 江武忌的起源 都是厄角和厄鶴 两两姐妹 他们基本上就是民间的艺人 他们基本上 其实大部分 他们里面都在江湖那个时期 后来 金尊昌平都跑到 叫什么 旅街 有没有看见 旅园 是的 中间一个圆 你可以读过街 读过什么 那那个 江湖时期 就是民间的一种运动 就是一帮艺人 他们反对于当时的政权 多数都是那些人 你应该说是乱世浮生 是的 中文公映的时候叫乱世浮生 他说当时在江湖跳舞 叫做不道德 但anyway 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我相信也是他参加过激进运动的时候 那时候 大家想起日本的历史是什么呢 很简单 春春春树在《落海的新闻》里面也说过 《落海的新闻》里面也说过 《落海的新闻》里面也有出现过 就是日本的学运 是 他在那时候 就是日本学运的高潮 就是计一计 他四五年出生 即是六零年代 那时候真的二十岁出头 二十岁 他可能到六十年代 他已经脱离了 但anyway 那时候就是学运的高潮 他在学校里面的斗争是什么呢 就是明治大学加学费 我相信那个原因就是 对于他们清贫的学生来说 这个是令到他们读不到书的原因 那那个学运的情况是怎样呢 那现在我就要展示给大家看 就是这些是真实的 这些不是流东西来的 这些是真实是江崎士学运 现在你看到这些是学生来的 那当时呢 你看到这些了 就是这些 这些是日本的学生 那我相信这一笔的历史 今时今日就算日本的学生 那些是日本的学生 那我相信这一笔的历史 那我相信今时今日就算日本的年轻人都不甚了了了 我自己有这样的怀疑 那莫讲话香港 就是我们当时看过 我们都印象深刻 因为 就是还顾1968年69年 事实上是世界学运的高潮 是 后来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 可以超越 我想直接跟那个宝宝 这个就是打警察 这是打警察的了 押到警察那里 这个是全球性的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 青春运动 那他们的成长过程 譬如从匠宝宝指的成长过程 就是在这个学运里面的高潮里面 鑄造了他们的人生 換成後來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樂人 其實說真的 到今時今日 日本的藝能界創作界 有很多高人 例如高達 我想很多聽眾朋友都有看過卡通片 不是卡通片 太空卡通片艦丹 大河元邦南 或者武論尊 我想池上療一的漫畫迷都知道原作者 武論尊 其實他們本身在那個時期 他們都是這些 叛逆學生 亦都是入了黑名單 他們讀書讀得很厲害 不過他們已經被各大財團 都說明會找你了 入了黑名單 所以他們 尤其是大學元邦南 有很多當時的大學生 他們找到最低微的工作 因為當時的日本 漫畫都不是一個很高尚的職業 他們從低處做起 你不用我 我就自己自立 慢慢慢慢灌輸 將他們的理念 用另一種媒體 就把他們放進去 釘石 這些就是釘石 那你說熱血 這些真是熱血 當年 這些是霸氣 青春 這些全部都帶進去 吵下去的 有火 剛才阿里奇奴提到的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參與學運 其實全部都是名牌大學 即是你數下去 後來出事的那些 走到田 全部是那些 很難很難考得入的 換言之 如果這班人不搞這些事情 他們現在的及後的社會地位就很高 可能是某大財團的這些行政人員 但選擇這條路 就一直不歸路來的 另外一個 剛才我們也提到的 重訊房子的爸爸 他是極右翼 那你就很奇怪 極右翼 那為何他的女兒極左翼 那是否兩個就 決利呢 那在日本不是的 在日本 原來這兩天是吸收的 我們有一位朋友 就過世了 不是 現在都不在 語仁小姐 是語仁美 楊小姐 我們跟他都熟 他也是極左派 馬克思主義者 他祖父在日本 是一個很出名的作家 應該不是何尚少 不是 語仁俊 那個爸爸來的 即是他祖父 寫了一本 哦 就是共產黨那個 是他翻譯的 是啊 他的外祖父 是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他可能他家裡 都是左翼的 但是他祖父的 即是他小時候 這位語仁美雙主 即是他很小的時候 是三島遊幾夫 經常到他家裡 他是親眼見過三島遊幾夫 其實大學員幫男 都是他介紹給我認識的 他也都在他那個大學時期 他都有拍實現電影 你知道誰跟他一起去拍嗎 他初初他都不認識 他有一個叫茂里 原來那個茂里 即是現在的那個天王 明知道是天王 是的 就是天王 他為什麼 初初都不知道 但當他拍攝的時候 他發現街上多了很多人 也好像氣氛有點不同了 原來他有幫忙做一個版的那個 是現在的天王 是的 那個老爸告訴你 這個你發覺很忠誠 原來左右也是這樣 不流血的革命無法成功 這個就是他當年 即是那個激進主義的信仰 原來在日本兩邊 最激進行馬都是那樣東西 還有我想他們都有一種 對美國的反感 即是他們兩者之間 你左翼就是根本是反對 那個美日安保條約 但現在沒有了 現在搞什麼差事都照理 但在六十年代那個 其實是右翼對於美國的問題 正義和正恩 剛才說 是跟以前的左翼對美國處軍的問題 以前跟極右翼一樣 都是反對的 那就是涉及到那個學運之後 那個為什麼會說 這班人會走上另一條路呢 那大家現在看到這些 譬如說 就是學運那樣 你看到當時真的 那個聲勢很大 但是去到六十年代末期 呢 開始這個學運呢 就是繼續這個形狀 是產生不到作用 那部分的學生呢 特別是那些真正名校的學生 他們覺得要將行龍升級 那很明顯 如果你升級 你跟著你做什麼呢 就訴諸這些群體的暴力 那些例子 譬如放炸彈 這些甚至是 譬如日本後來 赤軍都會襲擊一些日本裏面 賣武器的地方 然後就真的上山打油擊那種 說到上山打油擊 後來就出事了 那個出事的情況 其實就是1972年2月19日 和28日 就出現了一個很著名在日本的事件 就叫做淺間山莊事件 這個事件其實就是為什麼 今天幾圖在那裡 就是因為 到了後來的時候 日本跟這群激進派有關的人 就回顧這件事的時候 就拍了幾套電影 就說到那個淺間山莊事件 那其中一個就應該在Youtube上面 其實就找到那個片段 這個就叫做聯合赤軍 就是2007年拍的 換言之只不過是10年前 就是當時他們這群出身自日本最高學府 舉舉例例 譬如是京都大學 或者是東京大學 裡面的學生 他們最激進那一邊 就是在那個現實的環境裡面 這個是1971年去到 很震驚 很震驚 覺得沒有出路 就做了一件事 我們今時今日講得很傻 就去了一個地方叫淺間山 那裡有一個度假屋 就是生業的鋼琴公司的其中一個動物 就走去 對阿Yama 對阿Yama 去佔他的山莊 裡面有幾多hostages 只有一個人 而且那個是女人 為什麼呢 他原本想由他去套那些人 但是那些人剛出去了度假 出去了滑雪 對阿Yama 甚至當初沒有想過在那裡去套人 因為他們後來發覺 在他們本身的地圖裡面 是沒有這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是一個新興的度假區 他們的資料太舊了 他們知道外面原來要這樣發展 他們原本想著轉移去另一個地方 而那個地方他們相信 那個警察是沒有包圍他們的 但是誰知道他們去盡快的時候 中間來到這個位置 那又索性在那裡套人 在那裡套人 套人的過程是怎樣呢 原來又發展到你發覺 又是很難頂的 就是內控 內控就是有個別的 他覺得你們跟不上 那你就被他打 打完之後就拿他出去 就綁了一棵樹那邊 原來很多這樣的事情 在這個事件裡面發生 而且這個不是說 只是在其他的組織裡面 都發生類似的情況 所以在裡面 你會發展到很多事情 有人堅持 有人篤灰 有人走路 有人就醒覺 變成一個很 接近無政府主義的情況 這個2008年的紀錄片 就是相當之特別的 就是 他既是 用現在這個時刻 即是2008年 2007、2008的時刻 去尋勾回 那時候他們的這個行動 他在一個過程裡面 他還有一些新世代 那些跟他一起參與 現在你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他們去警察局裡面 去搶槍的 搶不到被警察射下 然後被警察射下 這個不是真實 這個不是紀錄片 這是劇情片 將他模擬出來 叫做聯合赤軍 是 是 香港都有做了的 你有看嗎 是 不是我看 那時候看DVD 是 剛才說到的就是 在那個過程裡面 即是內控 結果那個情況是怎樣 結果情況是怎樣 警察就衝進去 整個過程 即是去到最高峰的時候 是日本所有電視台 是剪掉所有的節目 是直過那個hold up 是十個小時連續 聽說是破了 就是三郎案 破了是 歷來的那個 收聽的那個紀錄 有些花邊東西 這個也是很令人意外的 話說那時候 因為那班包圍著的警員 他們要在外面守住那麼久 而當時的環境是零下十五度 很多他們運過去的食物 就結了兵 結果後來 你知道他們的糧食問題是怎樣解決嗎 於是被一些 當時不是很流行去吃 今天香港很多人會吃 就是給他們杯麵 就是合味道杯麵 於是因為電視鏡頭 拍到合味道杯麵 拍到警察拍到合味道杯麵 這個直入廣告 然後那個杯麵在日本 有人說是大人其道 就是因為這個事件 這個很無聊 不是無聊 那個大時代永遠是 就是這些 他很認真 因為那個時刻 2008年這個紀錄片 出的時候 他都做了 我都忍不住 買了他有一本專集 就是把舊的 那些新聞的展報 還有他那個過程 他自己有很多參與過這個事件的人 那些人 他自己記錄那件事 再和一個叫新世代 有參與這部紀錄片 去拍的那班人 裡面再加在一起 新舊對比 那本書就相當之厚 就是厚份量 還有印刷精美到 它就是紅黑的設計 你看回他現在 譬如他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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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之前他有展示過很多 他的著作 很多很多書 所以剛才你說的 可能就是其中 就是其中 日本的賣 都要整 好像 接近香港錢都 1200元左右 是啊 不過我一直看整個報視資料 我現在我還不是太能夠理解 當時是一種什麼的動力 將他們去推得上這條路 我想大家用回今天香港那個心態 我們看日本覺得很繁華 就是七十年代也是 譬如當時我們說過日本 但是在那裡生活的人 對於那些很敏感肯思考的人 覺得歌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嗯 我想那種心態 我們可以用我們現在的心態去投射那個時候 嗯 是 不過我想有一些差別 因為我覺得他 尤其是 其他那些 不是很多講的 我也不是很專注去做那些資料調查 但是從藥從效義來說 因為藥從效義 基本上是小到搞的 嗯 有一種很強烈的那種信仰 而這種信仰呢 就將他投入去他這個整個運動裡面 那裡 他會出來那裡是一種叫 即是加上農民式的那種革命 因為藥從效義就不同 就是他本身讀書不是很多的 他其實是小運運來的 黑社會來的 黑社會來的 這個很好笑的 即是題外話 因為後來幾個人是走在一起的 嗯 藥從效義是怎樣的 他讀不成書的 是 當然 沒甚麼要做 什麼 做沢地 日本也有沢地 是 沢地就不太看待那隻 只是那隻 幾十年前 如果你到外面拍片 你要給沢地 對他瞧 他只是做那些 是 有一天 我去了那裏 一些人拍照 就認識了他 接著就叫他去做導演 很疑惑 進去電影界由小公做起 他自己喜歡拍戲 像張國明一樣 他真的做小公 但突然有一天叫他做導演 他要做導演 之前有一件事是做小公 他不知叫他做編劇 但臨時說話 你知道他有什麼反應嗎? 他扔椅子扔到導演 接著他又沒得了 但突然找你做導演 因為全部都脫下 他拍的不是很厲害 我們都拍到的 他自己跳出來拍攝飛翹的最厲害 他也不太喜歡片廠式的拍攝 那是拍攝飛翹 拍攝飛翹等於我們十幾二十年 看那隻在香港做的那隻小公 他厲害很多 因為他用的班底 都是自己相同信仰的人 也不是演藝界的人 有很多你會看到鬼五馬六的那些人 總之都夾在一起做的 例如看現在這些 他最巔峰的作品 他開頭的那幾幕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但這些不看 這些看下去就不行了 OK 看回這些 OK 你就很奇怪 我聽到為何這麼多條線 哪些東西跟重演房子有關 我這裡做一個心討 一個總結 那個《錢加山莊》應該跟他無關 因為他當時不是在日本 在這件事之前 大概一年到 他當時應該是去中東 去黎巴嫩 為什麼去黎巴嫩呢 因為當時他們的邏輯 就覺得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 這個也是我們這麼多集 沒有一個是觸碰到這個 女人可以自己領軍 和他們想的是世界革命 而事實上 他在這時候 其實已經是脫離了日本的共產黨 因為他們的組織 就跟我們今天網台家一樣 講些名字還未聽 你也不記得 但很簡單的就是 其實他們是共產黨一支 日共 日共就不是全部一定親中 但他那部分 有一部分 那部分是共產主義同盟赤軍派 就是日共的其中一支 就是毛派 最後在這派裡面 退到六十年代末期之後 因為學運的問題 他們覺得沒得搞 我想這個心態跟我們現在的歌 於是他算了另一條路 日本搞不定 我們搞世界革命 那麼我們去哪裏搞呢 我們現在去最大鑊那裏搞 這個跟現在的認知是不同的 因為當時日本 即是日本都不知道 什麼叫巴克斯坦搞洞陣線 他第一個去 去到竟然讓他們可以 自己成立了一支軍隊 我相信這個人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為什麼 譬如是一個普通學生 他進去之後 一路在組織上 一路升上 當然他有同志 有老公 但是他老公 即是拘捕死後 他就坐正 而且他是掌握到整個管理權 聽說他們在巴克斯坦那裏 是有幾千人的 但我相信這不是日本人 即是巴克斯坦有些外援 或者巴克斯坦給他管 這個就是日本的赤軍派 換言之整件事本身 當時淺監是另一派 即是聯合赤軍派 應該是和他無關 但應該有些亂繫 在這件淺監山 1972年之後發生什麼事 那兩月之後就發生什麼事 1972年5月30日 在以色列台灣維夫機場 在機場打 當時死了二十多人 有差不多百人傷 這個就是他做的 所以我後來檢查 有沒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他沒有殺過人 他應該殺過人 他那個動機就是 要在帝國主義最殘酷的戰場裏 他們挺身而出 雖然不是出自從進狼子口中 但他有一套理念 會反映到他們的行動 他們會覺得 既然你們有權 去無緣無故向越南發動戰爭 去殺越南的人 那我同樣都有權 去殺你們 殺你們這班美國佬 即是他們這樣做 沒有啦 那有些佛卡維夫 哪是美國佬 那是以色列人 那是猶太人 但當時已經 不用分這件事 已經不分這件事 我想現在所謂恐怖主義 都不分這件事 我們去選擇這些正義犯的原因 大家都沒什麼爭議 我們覺得沒什麼意思 這個擺動人 這是恐怖分子 但他為做一件事的動機 如果同情的人覺得 這是一個有理由的事情 他們認為自己是奉行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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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又如何 這件事又發生了 今晚幾乎在此的原因 就是當時 他在那裏 其實當時已經很行 有一次兩個人 就是若松孝傑 和今晚要說蠟燭正生的人 在康城影展 回途的時候 中間就拍紀錄片 不是拍紀錄片 是中轉站在貴魯特 就對他們兩個談起 記得以前在新宿 有條女長頭髮的 你記得她嗎 她在這裡 不如找她拍紀錄片 結果 整個事情就在這本書上 是用了整萬字 是整萬字的 即是講這件事 在這裏 一路十幾二十頁 整萬字就講這件事 這個就是 就是一條團隊 剛才我們講的若松孝傑 即是紀錄式那位 他遇用編劇 叫蠟燭正生 他是赤軍派 他真的 這個應該是有聯繫的 若松孝傑就未必是 但這個編劇本身 就是一個當時的極左派 他身邊有很多獨立片 他身邊有拍片 其中一部 我多年前 我特意趕去電影節看的 就是今天要介紹的 這個赤軍PFLP 世界戰爭宣言 那是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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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硬性的 這個看法我覺得很悶 我寧願看那些潮集片 我反而那次沒有機會看 我之前看過女帶 你看過女帶 這個就是當時電影節 這個算是一個挺好的精選 精選來的 但就不夠了 是 不過他最重要的幾部 他後來再做一個 會更多 但他這個已經是T-CD 那是日本的經典色情電影 但我又不可以說是色情電影 因為他後面也有這些 剛才我們說過的事情的片段 例如《學運》 《錢賈山》 《老劫士》 那部片應該說這件事 不好意思 我們一直看了 都知道 《天與地》 我們的電視劇 是《食人》 《食人》 《食人》 《赤軍PFLP世界戰爭宣言》 這個PFLP是甚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其中一個分支的名稱 就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就是巴勒斯坦的毛派那一系 當時他們在這一派運作 我簡直是去看這部電視劇 我讀一讀裡面 這個電影節的簡介 我們就明白為何整件事 今天有幾個圖 就是編劇《蠟燭正生》 那裡寫了《竹立正生》 即是印錯了 向若松孝義提議 不如去巴勒斯坦拍戲 這個時間是1970年 若松孝義問原因 竹立說 他們在新宿酒包遇見的女孩 赤軍最高領袖重訊防止現在正在巴勒斯坦 遇人於是膽躁躁躁去巴勒斯坦 追隨赤軍遊擊隊 把他們激烈行動 軍器處理 組織作戰等過程都紀錄下來 畫面瀰漫足尼足根貴 捕捉了火紅年代年青人 不惜一切為革命的浪漫理想 赤軍的政治取向和意識形態 深深影響到若松孝義 回國校便其情色電影中 甚進革命分子的描寫 足立正身的索性 留在巴勒斯坦繼續革命 他流落在巴勒斯坦 後來他回到日本便坐牢 而且坐了幾年 出來的時候 仿余格勢 但也做了一件事 出來之後生了個女兒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還有一部是近年拍攝的 就是赤軍殘陸內鬥暗黑市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淺間山莊人至綁架事件》 那個歌詞 那個片段 其實現在在YouTube上 你都會找得到相關 找不到全部 但我這幾天都報了一下 就是那個過程 這個就是他的訊息 大家看到 最初有毛澤東的帳 換言之 現在這些人 當時做到這些事 實際上真的受到文革的影響 我的印象很深 你網上搜尋 日本共產黨 有出來賀文化大革命成功 Anyway 這件事到後期 也很簡單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煙燒雲散 那麼 那個理由就是因為 《淺間山山莊事件》 令到日本整個輿論轉向 覺得這班年青人過火了 整個社會原本就同情左翼 然後慢慢轉去遊翼 這個情況是維持到今天 我們熟悉的導演大島處理 也說過了《淺間山莊事件》 這就是那個事件 現在是重組的事件 是日本的年青人 在日本歷史上發揮作用 這個評價是相當相當之重的 但這個聽過就是大島駐泄機說的 這位女士 重訊皇子在2000年偷渡到日本 結果在大阪被捕 被捕之後 他作出了一輪辯論 後來判監20年 現在長官司到現在還在打 他自己是為他以前做過劫機的事件 道歉的 而且劫機的事件 我們今天講得很簡略 不止剛才那個人 在日本亦都劫過 其中一個就是劫機去平壤 裡面包括要求釋放日本的政治犯 或者任何任何人 那些我們不用表 因為其實都是很公式化的 一直劫機劫機 但是又得不出什麼結果 他自己的情況是這樣的 他老公都死了 所謂革命犧牲了 他有個女兒 這個女兒就叫做 重訊五月 他很特別的是 他在黎華聯出生 懂得說很多國語言 講日文都很好 但是要到十幾二十年前 才爭取日本國籍 因為不知如何計算 但他沒有國籍過 他在黎華聯沒有國籍過 因為巴克斯坦還沒立過 他又不知什麼人 從來就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認證不到身份 到了近年才會 日本政府還給他國籍 他現在繼續為巴克斯坦 涉疑奮鬥 基本上大概是整個過程 今天幾台在這裡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以你所知 這個情況 是不是沒有其他國家 有一個類似 政治和色情電 可以拉在這麼近的國家 照計應該是有的 不過日本有一種色情 對他們來說 是進入了他們的血與骨 所以你會看到 他尤其是若從孝爾 或者當時 他都是被譽為四大程式作家 但都是幾個 像山修司 偶像 還有神代神志 其實他最難找到來看 就是若從孝爾 那些 因為他基本上 他有一個很強大的班底 演員 或者是他演員的班底 他做出來的 當時都非常激到飛起的 那些故事 他不單止哭 他做好暴力 還有他的故事 就是你完全想不到 他是這樣處理 因為他死之前 基本上有大部分的經典作品 香港也有幸看到 我們當時才看到 之前沒看過 譬如《長眉的葬禮》 尤其是《天使的彷彿》 真的一到今時今日看 我們隔了很多年之後 都還很厲害 嘩 那個處理的手法 和那些演員的演出 因為那些演員 基本上不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他本身身份 可能是一些 找不到工作做的 那些低下層的人 社會邊緣人 樣子又不是很漂亮 但他叫他做 他夠膽做 就是這樣 所以整個戲 他出到來 那種活力 他不理尺度的 拍走才算 總之他拍的時候 他用的手法 例如他有一套 在天台上 有一個小女孩 很想自殺 整套戲 差不多 有七成 他都不穿衣服演戲 異道處女高高高 嘩 這個真的很厲害 那時候看 就說 黑白片來的 但是他用的手法 他用了鏡頭 總之他出不到街的原因 就是戲院不幫他排棋 但是他排棋的時候 一定會爆 一定會爆 他有沒有像我們現在 唱不到戲院的戲 他厲害很多 因為他最重要 因為藥蟲巧爾 他本身的性格 都很火爆 我想他基本上 他真的是軍人 我經常 因為他主要 我為什麼會 因為我認識他之前 因為我後來都跟他喝了兩頓茶 但是最主要 他開始的時候 其實在國際電影節 他做的專輯的時候 叫我訪問他 我說我不敢訪問他 即是是不是這一期 第一次 這個已經是第二次 這個是第二次 這個已經見到面 因為那時候 有幾個日本的導演 都來 有幸跟他都見過兩千遍 兩年 但是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他就叫做 但是當時 我們真的 我們還看過那些資料 還沒看過戲院 不敢寫 因為都知道 他那些 故事 那些訊息 都很強烈 不夠時間 那些 那些 他就是國際電影 找了另一個人 來 那個我不知道 也都不出名 但是 結果是謀利 來的 嘩 你現在是誰 現在變了 不好意思 因為他做完之後 他都覺得說對不起 因為那個導演 跟那個電影節 投訴 他說 你們香港質素 就不差 麻煩你做多些資料 來接訪問我 他一部戲都沒看過 那時候我就覺得 幸好我沒有訪問他 怎麼看見到鄉親父老 換知我們今天說話 可能當時 其實應該問他 都沒有發揮 我想他看不起你的 他就會變成 因為他本身 因為我認識他 那時候 都不是很出聲 一看到他那時候 雖然他都 因為有很多 日本的電影人 他都有介紹 他都知道是誰 但其實他有一種 他覺得香港 對他來說 是棉花糖 香港的 即是軟軟軟 你們玩得這麼大 我們哪個時候 大哥 現在年初二 年初所為王國 那些東西 已經搞得這麼困難 這些 你看一下 我做一張 真實的給你 這張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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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 看見之後 覺得他挺偉大的 因為他本身 他有一個信念 就算他拍戲 都打算上大銀幕 即是色情片 都想別人去看 那些東西 但他用的 眼光 那時候 我拍這些戲 都要對得起我自己 他有個信仰 他也是神道教的人 所以他的戲 我覺得他的社會信息 非常強烈 我其實看完他的戲 都跟朋友說 我們拍片 都應該像他這樣拍 有時候 不是一定是 從商業角度 市場的考慮 你拍一些 你想拍的 還有想有火 即是你看到他那些 尤其是今時今日香港 他們換回 這班人是有火的 全部裡面是有一團 很熱的火 即是燒了 由他十幾二十歲 燒到今時今日 他有兩樣東西 第一句 你會發覺他很強橫 有時有些東西 就執著 升下便頸 但是還有一樣 就是他在戲裡面 他自己都懂得反性自己 我是就是這樣 但我衰又衰樣敢 紀圖說這件事是很正確的 是 因為你看回剛才 他講的 起碼那兩部 有一部 就差不多叫接近紀錄片 其實是反性這件事 他不是說 即是宣傳 好像這個 巴巴斯坦哥 我看過是宣傳給他 但如果你拍回 《淺間山莊》 這個事件 他們是反性的 是 《天使的訪忽》 那裏 是祝立正新 做編劇的 那是很棒 其實就是反性 當時他們 為何做的行動 他得這麼激烈 但是後來 他們都承認 那個不是成功的 那個原因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裡面 大家有些人不合憑 所以那個戲很強 這也是很明顯 即是你說 礦在今時今日 香港 我們應不應該看回這件事 我就不在這裡說 因為 也沒有這樣的條件 我也不知道裡面 真的發生什麼事 在日本那個 但你發對後 是自己有對自己有 即是 實際上是內鬥多於去面對那個 那為什麼內鬥呢 你嚇過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鬥不過他 即是所有那些力 即是你要去反抗的力 是回到內部裏面 即是這個就是內爆 我不知道你用物理學 我不是解釋 那些力量出不到 就回到自己裏面爆 那他那是很殘酷 即是甚至是 就是內部處決 對於不同的路線 即是 而且講那種 即是 即是你比较 即是你比較 你即是就算 毛澤東在整個場征運動裡面 他沒有殺了自己一半的人 即是 即是在日本赤軍裡面 他可以自己 和自己的鬥爭裡面 殺自己一半的人 即是 即是有些 即是 還有骨幹 比較高級的人 骨幹那些全部都死於非鳴 有些被抓,有些在整個行動中,恐怖襲擊死了,有些在內地中死了 為何從信佛子在這個組織中,他會上去,他可能是死剩一個 但我堅持相信,他一定有非凡的組織能力 他坐牢也會邀請組織 在集團之間也有組織 還有一定的魅力 後來就是李香蘭 山口熟子就特意找他 去黎巴黎找他 為何會這樣 山口熟子或者李香蘭 對政治的傾向 我不知道明不明顯 但實際上他也不搞政治 但日本的左右逆分野 不像我們這樣看法 例如極右翼的人 但他很有魅力 左翼的人都會跟他交朋友 例如山口熟子當年 學運高峰時 去東京大學 跟一班學生演說和對策 那時沒有人殺他 去到極右翼 我想這跟日本文化關 他們很熟悉 為了自己的理想 燃燒自己去到盡那種 一種櫻花的本質 沒有士道精神 可能這位女性也有 具體的顯示 左右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分野 當你願意為自己效忠的人而死 他也會尊重你 所以他到尾很多時候 譬如說 為何要懲罰他死 你不可以用香港或其他文化 他覺得你做錯事 你就應該用死去承擔這件事 甚至當時日本軍人打敗仗 又是撤覆又是那些東西 美國就沒有這些東西 但整個激進運動 他會找不到速度 然後變成了暴力 變成了恐怖主義 美國和歐洲都一樣 特別有一個對照 我不知道將來講不講 多數都不講 但這就是西德砌軍派 巴德灣的海科 又是這樣 去到尾找不到出路 這個也是握槍的 我們看過那套戲 現在是真事 那個女教授 戰鬥教授 他到尾覺得他都要跟這班人 撐到底 結果他自己走上這條路 又是死於獄中 我覺得在這方面 日本和德國的文化很容易走向激進主義 而激進主義就是 去到尾是掃諸情感多於理性 譬如你今天回幕 你一個日本人 或者一群日本人 去巴克斯坦跟他們搞 你對整個世界革命有什麼貢獻 我不敢說 但在巴克斯坦來說 其實他們很尊重 尊重黃子和他的女兒 所以今天有一個傳說 當侯彩恩綁架這些被打的時候 唯一可以談的是日本 如果他們有這些人質被綁架 就是找這班人去談 即是要找一個可以跟薩達姆 談到的日本人 就是重信黃子這班人 是的 第二個問題我想問阿紀圖 其實當時你訪問 余松孝兒有沒有談到我們今天涉及的話題 我訪問不到他 因為當時我不敢訪問他 因為資料不足 又沒看過他的電影 我跟他去見面的時候 都是喝茶 因為那時都跟有一班 好像金縣大介 即是金尊昌明的兒子 都有在那裡 但我覺得他都挺… 其實我挺害怕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他真是恐怖佛志 哈哈哈哈 把氣外露 他又不是把氣外露 他這樣坐在那裡 都是老人家來的 但他很強烈 你覺得當你想跟他溝通的時候 你一定已經為你… 不要這樣亂說話 我都知道是挺好的 我留意一下 我都想像日本人做起這些事 那種認真法 他很認真 也不是的 我認識很多日本人 都不是這樣的 他們這班人有一個格 即是… 即是… 本身那種叫黑幫的那種味 就是很強 我這裡講多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是… 都相傳從訊房子 他被人發現陷阱 抓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原因呢 即是話說那時候 他遲不到日本 雖然也有羨慕知道他回日本 但你都要找他 具體在哪裏 那酒店在哪裏 話說他在酒店那裏 即是坐在那裏 即他可能去了餐廳位 他很型地煲了一支煙 吐了一個煙圈出來 你可以想像剛才那張照片 他戴上那個太陽眼鏡 即是大家姐與大羽毛 那種那種 那種 吐了一個煙圈出來 結果就引起了那些 警務人員主意 然後發現了行蹤 即是說霸氣外露 那種那種 那種改變 我覺得整件事都是… 很戲劇 即是好像拍戲 我想他那個時候 他回來也是 我等你抓我 當然啦 我始終是 所以就故意吐了一個煙圈出來 他回到那裏 其實他不是想著要在那裏隱藏 我相信 要做一個叫做…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他們去到那裏 其實美國國務院都說他們是恐怖分子 是… 即是全國分子名單 基本上是天地… 天地不容 天地之大無算容身 而現在後來真的有這種… 尤其是蘇聯倒台之後 以前他就可以因為還在一個冷戰時期 也都在整個反美陣營包庇之下 甚至乎他曾經… 即是中國共產黨包庇過去 但當整個冷戰結束之後 基本上他真的無存在 孤兒 這些世界孤兒 我想在他們最後末期的時候 反省就是有一種被世界遺棄的感覺 是啊 但他的口都很硬 但他就宣佈在2001年的時候… 他入了監之後一年後 宣佈解散赤軍 宣佈解散赤軍 那這個就是整個故事 那阿紀圖 你看回他的片和他… 剛才我們說的那件事 你覺得那個關係在哪裏呢 譬如這個導演 他自己認不認同現在這個… 即是組織或者這套意識形態 去到他成熟的時候 他認同的 他不覺得他沒有… 即是那個時期… 他年輕時期做的那些事情 是… 即是… 最後的評價是一事無成 他完全是沒有想過的 因為他… 我覺得他… 他令到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他就是… 他將他那個… 譬如你阿入床考義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電影導演 但他告訴你 他的那個… 他那個任命 就是利用電影 來去說他要說的那些事情 那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身後都找到很多的資料 其實歷來就很多 就算沒有電影之前 那些革命家那些 都是利用戲劇 來去跟一些… 即是一些人溝通的 那他其實他就是… 用這種這樣的… 理念呢 而是… 就拉起他的攝影機 來拍他的那些戲 就是想和一些… 即是… 即是… 他… 他認為他要說的那些事情 傳下來 流傳下來 那麼… 所以你會看到 他的戲裡面呢 就是… 相當之有價值的 現在看回呢 就是… 他不單止記錄了一個年代 但他們那時候的精神呢 現在都留在那裡 但我相信日本的年輕人呢 已經… 對年齡歷史完全沒有興趣 新世代那些會咯 那是… 那是… 他因為呢 我覺得他… 基本上呢 就是… 他… 如果相比之下 那時候呢 譬如好像… 現在就… 影響日本的那些… 新世代那些人呢 他們呢 有一種… 有一種的看法呢 他們就是… 就… 得不得到那個… 那個成就呢 他有另一種看法呢 他最主要呢 他就說有一種精神 尤其是… 譬如好像… 大學員邦南啊 或者… 尤其是… 那個… 武論尊啊 他… 他… 很… 很明顯呢 他都覺得呢 他… 很多東西呢 那種語別不同呢 那種語別不同呢 是沒有人是可以… 能夠表達到出來的 他自己呢 那種語言呢 是用一個… 叫做… 理論的形式呢 來去說出來呢 就更加不實在 不如我就用故事來… 將它呢 留下來 他們是用… 這樣來去看他們的創作 他們的戲劇 是啊 大家現在看… YouTube上看到呢 這個就叫做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革命之的兒女 那這個就是分別訪問… 剛才我們說的… 西德赤君 就是那個… Bartamannhoff Group 是 那個女兒 就是其中一個… 女兒的頭目的女兒 亦都訪問了現在… 重訊房子的女兒 重訊五月 是 那這裡… 如果大家對今天的話題 有興趣呢 其實就應該看一看 好了 那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我們說到… 涉及那個… 色情電影 和這個… 激進的政治的關係 那你看他們拍的色情電影 你聯不聯想到激進政治呢 當然聯想得到啦 《藥蟲巧義》和《紫山修詩》 其實最入軸的是《大島主》 那這幾個導演呢 他裡面是很有骨的 那些戲 尤其是他那些色情戲呢 不止是加上暴力的 有血有肉 有血有精 可以這樣說 他裡面呢 基本上呢 他在說一種 他自己的本土精神來的 那我覺得呢 他裡面呢 尤其是… 《藥蟲巧義》那個呢 我覺得是非常之硬正的 有幾部戲 尤其是《天使之彷復》 我也是十大來的 就是那些… 令到你整個人 人生改變的那些電影來的 那另外那個《紫山修詩》呢 他現在根本是電影大師來的 因為他那個劇本的那個處理 以前呢 就是大家都覺得呢 不知道怎樣捉他的問號 現在呢就很清楚了 他那個… 他那個骨架 他那些呢 他講的主題的訊息 還有他那個叫做 反對那個主流文化 那種… 那種力呢 那種強烈呢 是很出道理的 嗯 所以他裡面呢 他就是… 他最主要就是說 他就是… 都覺得… 他不明白為什麼 一個電影裡面 如果你用視角來表現 你想說的話 你能夠帶出一種叫做震恨感呢 就是… 震恨感那樣的東西呢 就是… 就是你見到一個身體 一個肉體 那這個肉體裡面呢 他不是沒有東西的 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 每個人呢 你整天都會面對一個肉體 第一你自己洗澡 你都會見到 真真正正的自己 是怎樣的 當你有愛情出現的時候 你還沒到最後那個時候 那時候呢 就是…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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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為之叫愛呢 就是這樣 那他裡面呢 你會看到呢 他對色情電影裡面呢 就是有一種叫… 深度和叫赤裸裸 如果你說的那個叫真正呢 你面對一個叫… 一個人呢 要面對最原始的那些東西呢 死 還有你不能夠否認呢 就是說 暴力呢 你自己不能取 就是… 脫離不了嗎 文明就在那裡不斷地禁 你要了解你的那個暴力 那他將他這些這樣的訊息呢 還有據說的叫探討呢 就是利用電影來表現出來的 剛才我講了幾條講 有一個我也認同的 就是… 他們有一些很原始的看法呢 跟周邊的人很不同的 或者可能我們這樣太大 但我們不太敢講出來 就是其實人際關係很多時候 都適合暴力的 是 只不過問題這個暴力 是用在哪一個方位 他們用在政治上 你用在個人的層面上面 那… 那… 勞工上就最多了 不是… 雇主和勞工 我知道日本的員工 都很多時候被老闆打 更明顯一點 就是… 現在我想不是啦 但是那個年代就是啦 所以他們在日本呢 他們很感受到這種… 從我們來說是很intellectual的 但是他們是感受到 在日常的生活裡面 即是日常生活的暴力 那個暴力不是說真的打理財 而是… 整個社會很rigid 譬如說 這位女性他去讀書 他都感覺到一樣東西 讀下去也沒有希望 為什麼呢 他就是做all well 即是… 如果你的人肯這樣想法的時候 就是… 我想Sorry 在日本是很… 很慘的 是吧 即是… 我們在香港都沒有… 做好…做好…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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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你住納米套有什麼所謂的 現在香港是這樣的嘛 即是有些事情你覺得 這些事情我適應到 那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 你… 為什麼要適應呢 如果你去到這裡 很多事情看不過眼 那我覺得大家… 為什麼… 就是… 我一方面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 他們走的條路是錯的 即是… 你不能… 我想… 選擇這個所謂世界革命 選擇劫機 選擇殺人 選擇內控 這些全部是… 沒有出路的 但一件事 他們… 他們… 是… 的而且確… 我覺得是看到問題在哪裡 那麼… 那… 特別… 為何… 我覺得很難得… 如果… 70年… 甚至80年代… 日本… 你不會覺得有問題 錢… 你會找到 你有工作… 你有屋主… 即是… 經濟世界前… 你會做什麼問題 但… 其實這群人… 是… 是看到問題在哪裡 那… 那… 但是… 很不幸… 即是… 他們當時有這種… 觀點或角度 到現在… 連日本自己都沒有了 是… 是… 連日本自己都… 慢慢… 都… 都死了 那… 最後我想問… 常常博士 你看看這裡… 就… 你感覺上… 這群人… 他們轉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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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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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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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其中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 你看到世界都在各地都在… 是… 是… 其實他們遲了一點的 最先搞是文革 在中國搞嘛 是… 接著法國嘛 接著德國嘛 美國嘛 甚至香港很簡單 你… 香港六七暴動 你都可以看到隔離澳門一二三 就是… 搞得… 那… 那… 即… 其實日本是受到這個風潮響應 就是… 就是… 還有呢 我相信日本呢 他那個… 社會的… 教育壓迫性 嗯… 現在… 我想都沒有改善到這個問題 嗯… 即是說你… 所有東西都和你… 和你… 計劃定 太多框架 是… 那… 那… 對於有些人來講 他們覺得這件事是… 是… 是他們要反抗的 只不過反抗在哪裡反抗 比如在日本反抗一定是… 好像這班人出了來 走去外面去搞 其實都會有一個客觀的改變 就是… 是真的令到些人知道甚麼叫巴勒斯坦 搞的時候 這個說法就是很controversial controversial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說… 那你搞好公共主義 那你是不是… 即是有他自己本身的功能呢 那… 我很抱歉跟他說 是有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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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叫他整地的血… 喂… 現在你看到拉登就自己那些小儀科了 但是那時候真的搞到… 那些人知道甚麼叫巴勒斯坦搞暗陣線 那這樣… 這個是他們那個… 即是做出來的事情 是… 是… 即是任何恐怖主義 都希望去透過一個巨大威嚇 去拿一個巴勒斯坦 去… 是… 是… 其實恐怖主義不是說 他真的要那些事情 裡面殺了很多人 他要做到一些事情 是很轟盪 以及得到你媒體的注意 跟著那些人去看看 究竟發生甚麼事 那你想想很簡單 全世界一日 這個世界有多少不公平的事 我很肯定說 非洲肯定不會是很糟糕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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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知道 嗯… 你不是靠一些很特別的事件 像是不斷飛彈 例如說 不斷飛彈 你不是看看 那麼… 那… 世界就是這樣了 對不對 那當時… 特別是無互聯網的時候 他們更加需要那些生弊 那他們就選擇做這件事 那當然那個… 那那個… 那個成果就… 今天看回來就是相當之有字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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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回到那些事情 那你對照的今天 那… 那… 那我覺得這樣有一些體會 那… 當你的運動到達高峰之後,無以為計是怎樣 特別是一些在社會上的年輕精英 他們會走向哪條路 大家不用擔心,我不是暗示香港會有設計這些東西 你看看,六百年後都沒有學生 香港只有火紅的年代 香港大學的火紅的年代 火紅的年代就是維持在學校裏面 你換取香港人是很現實的 你告訴他們眼前幾個選擇 他們一定會選擇最實際的選擇 你現在跟別人說,想上大帆山打遊擊 大家得淡時 有人都敢諷刺過我們 你還說,我們現在不如去北朝鮮幫忙打遊擊 大家也得淡時 這個比喻我有點不認同 我覺得你應該是順利亞 順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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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想到那個結果是怎樣 當時就算他們計算順利 因為他們有很多都是精英 都懂得計算 或言論都可以計算 我又覺得奇怪 那班不是蠢人 他們全部是… 他們全部是… 在那個… 那麼… 那麼… 篩選 那麼… 淘汰 那麼… 這麼厲害 淘汰下來的精英全部都入了大學 而且出來以終生僱容制的社會 他們一出來馬上就在大企業裏面做一口螺絲 但之後都可以保證扶搖直上 我想他當時最大的事情就是… 他們對於一個社會的成長裏面 是不是用那麼功利來看這個世界呢 因為我想他那個… 你會看到… 那時候跟著七十年代之後 就算從本寧視的那些卡通片 他都是不斷地說的 現在這個世界都是令到你變成了一個社會裏面的螺絲 但你有沒有膽… 結果是不知道怎樣的 你有沒有伸出一個膽子呢 就去試一試 行差答錯呢 是…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膽子 那裡面幾個都坐牢了 剛才我們說的全部都坐牢了 那這個膽量的意思是說 有很多東西呢 可能你有一個叫做理想 而他的理想都可以計算到 這是可能一個空談 但這個空談的時候 你沒有試過 你又怎知道一定是空談呢 結果是空談又怎樣的 但你又沒有那個膽子呢 那就是人生你能否行差答錯呢 就是同一個叫功勵的計較裡面 已經是很考起你的了 是…是… 好啦 那我們今天節目成一三三三 我們都說這個節目都很長 是… 我再次說 其實這個是我多年來的心願 是… 我初 kimse想在其他節目裡說 可是… 但… 這節目剛剛是給了這個空間 是… 我們可能… 如果不是這個空間 即不是這個題目 我們可能來講若寵孝儀 是… 但換了… 若寵孝儀不知道怎麼說的 如果在其他節目那些呢 即是說你今次今日 你講來做什麼 是啊,今次今日你講來做什麼 差事的 都… 都不是… 年代也不是那些東西 連日本人自己也不看 但它是一種火花 你會發覺 譬如你現在這個節目 有一個挺適合講《蟲蟲後二》 還有《蟲蟲蟲蟲蟲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